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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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认为媳妇时常把毒药混合在饭菜之中给她吃 因此媳妇做的饭菜她常常会选择性的不吃 有时候甚至会向远地的女儿或是邻居抱怨 媳妇都不给她吃东西 后来她开始会去买食物回家 但是买了食物却不放在橱柜或冰箱里保存 而是藏在自己的房间 过了一阵子就忘记了 导致食物放在房间内就发臭长虫 最近这几年她会乱捡路边的东西 回家囤积放在自己的房间内 原本是很爱干净的老妇人 但是现在房间却很脏乱 有时候她甚至会不穿衣服 就在家里走来走去 媳妇其实想了很多的办法 尽力去讨好老妇人 但是仍然得不到失智妇人的认同 由于这几年 她的行为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 儿子与媳妇已经难以照顾 为了恢复生活的常轨与获得喘息 他们只能将老妇人送到护理之家 第三个个案是76岁的男性 罹患混合型失智症已经有三年 病人从一开始节俭的个性 变得很爱花钱 有时会怀疑家人偷钱 房间里还放了棍子 预备要打来闯入的人 最让家人困扰的问题是 他对性的渴望上升 甚至当着孙子的面前在客厅就看A片 有时候还想要进入同住的国中 孙女的房间 想要抱她 媳妇只能交代孙女需要小心 若是孙女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请孙女切记一定要把房门锁紧 在门诊 家属跟我抱怨这样子的问题 除了再次叮咛孙女要小心自己的安全之外 也使用了一些药物 希望能够减少病人的性欲 避免有汗事发生 失智症的行为精神症状称为BPSD 有许多的因素都会造成失智症的行为精神症状 包括疾病 生理 环境 还有互动等因素 由于失智病人因认知功能的退化 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确切说明自己的状况 就像退化到牙牙学语的儿童一样 他无法清楚用语言表示是否有其他什么未满足的需求 所以病人只能用行为上的不满来表现 而失智症的严重程度也跟行为改变会有关系 影响行为的因素包括有脑部的衰退 这是因为失智症导致认知功能衰退 活动能力退步 这是最主要的因素 另外身体上的疾病 这包括了营养不良 心肺肝肾等疾病 脑中风 电解值异常 脱水 尿液滞留 解尿解不出来 或者是便秘 还有心理疾病 失智症的病人虽然认知功能已经退化 但是他仍然会有情绪 他也会忧郁 也会焦虑跟紧张 最后是社会适应上的问题 长期处于社交孤立 又不活动 生活琐事又不如意 常常被其他的儿女 家属 刀念 或者是谩骂 这些都会影响他的行为 不同严重程度的失智症 行为问题也会不同 轻度会有迷路 走失 忧郁不安 自责 中度的失智症 则容易有攻击 暴力 游走 妄想 忧郁 重度失智症 会有动机减少 自发性行为减少的状况 在照顾者的功课方面 平常 照顾者需要注意病人的态度 姿势与表情的变化 要认真地观察病人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 当病人出现了行为精神症状的时候 需要想一想 为什么病人要表现出这样的行为 这样才能拟定可能的照护因应措施 我们应该优先非药物介入措施 包括调整环境 与拟定照护措施来面对行为精神症状 非不得已才使用药物治疗来控制病人的行为 如果可以的话 照顾者应该尝试去了解病患过去的生活背景 与生活的经历 过去的生活背景 包括了成长环境 从事的工作 一起生活的家人 过去的经济状况 这些都会影响病人的背景 进而塑造病人成长的人格 不同的生活背景 对于事物的看法与思考的方式 也会不一样 所采取的应对的行为模式也会不同 我们希望能够尊重 失智症病人的独立人格 与生命的尊严 我们首先会指导家属 必须接纳失智症病人 所表现出的症状 因为这是疾病的一部分 若是当行为精神症状太多 照顾者不知从何下手的时候 应先针对病人本身 感到最痛苦的症状 或是针对家人感到最难照顾的症状 此外需要减少外界容易造成紧张或焦虑的刺激 比方说像是噪音或是大声的谩骂与喊叫 以下就介绍几种比较常见的行为精神症状 首先是情绪不稳与烦躁不安 通常我们可以转移病人的注意力 带病人回到熟悉的地方 或者端视病人生活的背景 当中比较熟悉的物品来缓解病人的焦躁情绪 针对妄想与怀疑 平常照顾者不要责备反驳病人 因尽力表达倾听与认同 再慢慢地转移病人的注意力 病人的妄想与怀疑 可能就会随着时间慢慢地减退 在性行为异常的部分 特别是男性病人 有时会有过度的性欲抗进 除了转移注意力之外 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来帮助缓解病人的性欲 在收集囤积的行为 病人常常会收集许多的空冠纸屑 这时不要当着病人的面大声地斥责 照顾者就摸摸鼻子 好好的撕下耐心整理囤积物就好 要注意的是 这些行为问题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 需要花多一点时间 才能够好好的慢慢缓解 所以照顾者要有无比的耐心与爱心 请大家多给照顾者鼓励与支持 成大医院的失智症照顾团队 早在多年前就首创全国的失智症照护咨询门诊 结合成大医院的专业老师群 包括临床心理师 职能治疗师 物理治疗师 以及卫教护理系专业师资 为病人与家属量身定做卫教与咨询服务 每次的卫教咨询时间都有将近 甚至大于30分钟 因此可以做非常详尽的卫教与指导 病人与家属的满意度都相当的高 若有咨询的需求 欢迎联系成大医院失智症中心 最后 失智症行为症状是疾病的一部分 请家属多了解 多接纳 很多因素会影响行为 行为背后常常有其原因 因此需要了解背后的原因 才能够找到解决的方式 成大医院失智症中心 设有失智照护咨询门诊 提供家属与照顾者相关的咨询服务 欢迎多加利用 我是成大医院神经部洪伟斌医师 谢谢您的聆听 敬祝您健康快乐